大家好,又是Gobi 今天又來到每個月第一條開箱片 我每個月的第一條片都是開箱 看過往我收到的一些PR Package 以及一些我自己網上的自購 今個7月份的PR Package 有Lush、Natural Can 他們主要賣CBD的產品 另外還有一個網店叫Tada 他們的網店是賣Vegan的產品 他們看到我之前拍了一條整條 關於Sioris的評論 如果大家未看過那條片的話 可以去這裡看 他們看了那條片之後 就說他們也入了一些我未試過的 補回其餘的我未試過的給我 待會可以跟大家試過一下 而我自己自購的就是 ESR和Iherb的大部份都是護膚品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內容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然後補回一些Sioris 整條牌子來說 我未試過的一些產品給我 首先 有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 Deep in a barrier cream 其實我有些懷疑 我試的是舊版 不過我也很感謝他給我試 他是這樣的 有一點點灰灰綠綠色的 那個cream 對 Sioris我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他們的包裝 全部都是很minimal 而且是Vegan的 他們這個品牌 而且成份十分之好 如果大家未看過我之前的review的話 大家記得去看 我這個品牌我也蠻喜歡 因為它基本上 是主張把最新鮮的材料 帶到給你 而且他們的formulation 也是很乾淨的 某些產品是有 essential oil的 但有幾個 其實都基本上沒有味道 我相信如果是敏藥皮膚的話 都應該可以選到一些 合心所有沒有 添加太多香料的產品 在這條欄裡面 之後 Calm me down cream 其實他們的背包包 全部都很近似 只是名字不同了 對 Calm me down 這個是有一點粉紅色的 那個cream 之後 還有他們的miss 這個miss 上次我試的就是 Rose Head Boil 的miss 這次這個叫做 Falling Into The Rose 這一支是玫瑰 還有那支 我之前試過那支 我不是說太潤嗎 那支應該比較適合乾肌 他說這一支是適合混合性皮膚 還有是玫瑰 玫瑰味 剛才是兩層 油和水分開 搖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噴 試一下 玫瑰花水的味道 都是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感覺上 塗開了都真的沒有 Rose Head Boil 那支那麼滋潤的 清爽的感覺 我會試一下 其實這個我挺期待 之後還有兩個 Enriched by Nature的面霜 就是這樣 裡面就是這樣的 盒子是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這樣擺到的 countertop也挺漂亮的 你看看 挺優雅的樣子 上面就只有一個 這樣的符號 我不知道這個符號是什麼 試一下 感覺上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哇 這個creme 少少 很淡 有一點點的味道 但感覺很豐富 這個我會試一下 你們的樣子也挺漂亮 好 之後 還有一個產品 韓國很流行 一些叫精華水 又或者 Watery 一些的essence 這樣 他們也有他們的first essence 還有一個狀 凹了一個盒子 這個叫 My first essence 就是這個 他們是玻璃瓶妝的 太好了 其實我很喜歡 皮膚化用玻璃瓶 因為 至少可以重溶 用來插一下花也可以 這樣 而且感覺像是一些比較豐富的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適合乾性皮膚 不過我也會試一下 這裡寫著 Green Tea Extract 還有Mugwort Extract 真的 Mugwort 是不是 艾草 我不太記得了 而且那個也挺細緻 原來它是燒的 因為 其實這些水劑產品 都會比較容易 變壞 所以有個燒 我不在這裡開了 但是我很期待 這麼多 產品中 我最期待的是 試這三樣東西 多謝 Hada 這間公司 就傳給我 我會把他們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下方 大家有興趣去看看這些皮膚化 都可以去他們網站看看 就是這樣 好了 之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盒 這盒 其實是來自一個 品牌 叫做 Natural Can 它們是買一些 CBD的產品 如果大家未接觸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觸過CBD的產品 其實它是提取自 Hems Plants CBD的產品 其實香港未至於好普及 我覺得是很流行的 CBD這個成分 是可以幫助 舒緩情緒壓力 令人更放鬆 還有 對於皮膚 有一個很好的消炎效果 所以 我覺得現在應該會越來越多 越普遍 甚至於 健康界其實都越來越普遍 有很多CBD產品 在市面上 就能看到 其實這個品牌 本身 就除了有一些 Supplement 的CBD 即是一些 瓢皮滴進口 的油 產品之外 它們自己也有出 Skin Care 甚至乎 是一些食物的 它就傳了 他們四件產品給我的 我和大家看了 最普遍的 一些CBD的Supplement Supplement 的話就會有 CBD15%的 Supplement的Oil Supplement的Oil 的話 直接滴進口 其實主要是透過 黏膜的一個 吸收 滴的時候 滴在舌頭 放一會兒 過一分鐘才好 吞下去 它這支 CBD的含量 有1500mg CBD在裡面 除了是CBD之外 還有這個 MCTOil 其實每日建議的劑量 不會多過70mg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如果我真的 那天很精神緊張 或者有 頭痛 或者是一些 anxiety的感覺 想要放鬆自己的情緒 我都只會滴四滴 在舌頭 然後等一會 等一分鐘 然後才吞下去 它會有一個很好的放鬆效果 如果大家經常都 關機 想很多東西 或者想到分不著的話 其實CBD 大家也可以多看一下 這類型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油本身都幾厲害 對於放鬆的情緒 和讓自己的人 平復一些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這個油 其實這個品牌 它就說他們的品牌 已經做完檢測 確保他們裡面的成分 不會有THC的成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它那個 皮膚裡面 就裝著淡黃色的油 每次我只會 三四滴 在舌頭底 然後 當平時一個 想心情放鬆些 會可能 緩解頭痛 緩解一些精神緊張的 一個製品 我試過 效果都是十分之不錯 另外它也有 食物 其實我已經試過 因為它大概7月初的時候 已經寄了過來給我 它就是這個 他們的曲奇餅 而且他們的曲奇餅 是吸引了CBD 做的過程裡面 就有放到這個油 在曲奇餅裡面 我想說這個曲奇餅 是很好吃的 一塊就會有 224個卡路里 裡面除了一些 曲奇餅的原材料之外 還有 25個mg的CBD 剛才不是跟大家說過 每天每個人 平均的 都是只可以是70個mg 大概你吃一塊 就已經等於這裏的兩滴 兩至三滴 的份量了 跟大家看看這個曲奇餅 因為這個曲奇餅 實在是很好吃 實在是很好吃 它的曲奇餅 是軟的曲奇餅 是這樣的 它有一點濕濕的 而且是軟的 曲奇餅 而且它裡面 除了有乾身的 朱古力 一粒粒的 朱古力粒 在裡面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是有些 在吃朱古力米的 口感是很好吃 是很好吃的 是很嚼勁的 這個餅 這個真的很好吃 那些脂肪的感覺是很好吃 它就傳了整個包包給我 這包包裡 總共有12塊 應該有 這盒有12塊 我覺得很值得試 這個 最重要是很好吃 除了這些油 和曲奇餅 製品 之外 它們也有皮膚 其實也傳了兩個皮膚 給我的 分別就是 這個 是 它們是有2%的BHA 即是 是 它是一個 擦拭 來的 就是 在 做完所有 洗臉之後 就 擦拭方法的 擦拭 我上網看的成份表有一點差距 其實它這個產品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盒子上也有寫到 它有落到SLS 所以 擦拭的時候 其實我用過一次 擦拭的時候 它是會有泡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落SLS 我自己對於SLS這個產品 其實不太喜歡 特別如果你是一些洗擦式 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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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它是 好像濕了的 一個 Toner 其實應該也不需要有SLS 就是洗泡劑 我不知為什麼會落 所以 我不太推介這個產品 而且 他們的網站 寫的成份表 跟我收到貨品有一點距離 希望他們可以更正 另外 還有一個 這個 Purifying Mask 他們這些 都有吸收到CBD CBD 這個成份 特別是皮膚治療師 那裡使用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消炎 成份 對於暗瘡皮膚 其實也應該是很好的 它有這個 Clay Mask 它裡面也有寫到 吸收了100mg CBD 應該是整個產品裡面 這裏就是有50ml 的一個 Clay Mask 成份表就可以了 這個 但我沒有重複檢查 他們官網那個 只不過 我初時看到 這個 咦 有SLS 然後我上去官網看的時候 發覺 咦 官網沒有特別看 有SLS 不知道是不是還沒更新 它來到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這個 其實我用過一次 這個 Clay Mask 來講 我覺得挺好的 它像是薄身的 一個吸油脂的 一個Clay Mask 可以幫你吸油脂污 出來 我也覺得不錯 但這個品牌來說 其實我主要是比較推介 它們的 提供 多些 如果大家真的想 去接觸一下 CBD類型的產品 的話 它們也有給我一個 Clay Mask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買它們的 Supplement 的話 用我的Clay Mask 就可以有8折 大家詳情 看看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我會把它打出來 就是這樣 那我就十分之建議 它們的 Supplement 還有Poke Bank 好了 之後就有LUSH LUSH 有它們的 新鮮的 一些 新產品 新鮮面膜 還有一些 洗面膏 其實它也是提前幾天 送過來 我已經把它拿出來 因為其實LUSH的 這些新鮮面膜 是需要冷的 那我就 跟大家分享了 唯一一個不用冷的產品 因為其實它發了四樣東西給我的 不用冷的就是 它這個叫 杏仁奶色 砂糖 洗面膏 它來到的時候 都是Paper Wrap的 因為由於很多 它們這些洗面膏 都是有很多油分 所以它們都會額外 再Wrap一個紙 因為我相信這些紙 應該都不太受得 油 那些東西 好了 這個洗面膏 就是這樣的 我都用過不少它們的 一些新鮮洗面膏 其實用的時候 都是撕一點出來 然後開水 擦上面 那 這些我會再試一試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它們好不好用 這個我會把它壓外 放在一些 其餘我擁有的一些 其餘我擁有的 就是這樣 之後還有幾個 我去我雪櫃 拿它們出來 分別有它們兩個的新鮮面膜 這個就叫做 Brush Strokes 這樣的面膜 花蜜玫瑰面膜 很大的蜜糖味 這些面膜其實是門市限定的 它們不是可以網購的 這些要大家去門市才買得到 成份來說 除了這個滑石粉之外 其實其他也是OK的 裡面也有落到一些 Essential Oil 以及一些Essential Oil的存取 其實滑石粉 在一些面膜的狀態 對人體沒有什麼傷害 因為大家介意的 都是可能滑石粉 在這個使用的時候 吸了進去 可能有石棉的存在 才會影響肺部 但如果是一個面膜的 這種狀態下的一個使用 其實 滑石粉是對人體沒有什麼傷害的 我都會試一下 剛才聞過這個面膜 就覺得很香 玫瑰加蜜糖味 還有這些新鮮面膜 最好就是一個月內好用完它 那就不要... 真的... 流太久了 另外這個就叫做... G...Coco 可可杏仁面膜 杏仁巧克力味 這個也很香 同樣地 都是門市限定的 現在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他們門市看看 這個應該是一個 Clay Mask 可能是吸走油脂的Clay Mask 對 來的 性分來說 這個就完全沒有問題 除非大家對於一些 Essential Oil的個別取物有敏感 不然其實它都可以的 我也會試一下 這個應該是滋潤的 類似Cream Mask質地 這個就是一個吸油脂的Clay Mask質地 好 我會試一下 如果好用的話 就會跟大家分享 好了 最後這個也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青瓜眼膜 其實裡面的成份很簡單 只是... 青瓜的puree 就是青瓜的溶 然後有Glycerin 水 還有一個用來... 應該是做一個... 固定成型劑的一個extract 我們一起打開它看看 它來到的時候 都是這樣包裝的 它呢 這裡應該有兩塊的 因為它中間的紙 隔開了 我想有機會是完整的 一個疊在這裡的眼膜 對 給我吧 我想我會切開它一半 用來敷眼下面的情況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一個完整的青瓜puree 你看他們的網頁 都是打算這樣叫你這樣敷 嗯...好啊 挺特別的 先試一下這些 好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裡各樣的產品的話 就記得去他們門市看看 那這些就是Lush 今次一些新出的產品來的 那...對啦 好啦 之後就到我買的東西啦 那我買的東西不太多而已 我都是補給一些我平時 純心活用的產品啦 那...其實呢 就有iHerb的話 就有洗頭水 可能最近做家務級 地級得多 我覺得知道很多頭髮 有什麼心理影響 覺得我自己是不是脫了很多頭髮呢 那我就想試一下這個牌子的 這些洗頭水的 那這個牌子 其實呢 iHerb和YesStyle裡面的產品呢 我都已經檢查過了成份 沒有問題呢 我才會買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這些 我幫大家篩選 或者我自己幫自己篩選的這些牌子 就可以打開Description box 看完所有連結啦 那這個我來試一下 這個我來試一下 這個小水來的 這個牌子 這個光影響到大家不必看到 不要緊 大家可以去下面Description box 她說到可以減少頭髮 減少脫髮 減少斷裂 還有呢 有多一點Volume 即是頭髮會 強健一點的 那說真的 我不是太幼的頭髮 不過我覺得自己 斷和脫得多 但所以說 我發言師就跟我說 哪有啊 哪有可能啊 因為她經常幫我剪頭髮的事 都說很辛苦 都說 很久了 我幫你剪頭髮很久了 無論如何 我都會試一試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否可以的 另外補給洗澡液 其實我買了兩支 有一支我已經開了 放在浴室了 洗澡液就會是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用來洗臉 也是我之前的 Empties跟大家分享過 也有入榜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我 這條Empties 說回所有的洗臉 和卸妝產品 可以去這裡看 這個也是我一直回購的 一個品牌 因為它成分很簡單 這個是Nurture Biotic Skin Cleanser 可以用來洗臉 同時也可以用來洗臉 成分十分之好 十分之簡單 又沒有味道 大家如果有濕疹的話 也不會覺得皮膚很乾 我是絕對喜歡這個 連我家人都喜歡這個 我媽媽的都說 這個很好 我使用完 起碼不會覺得很癢 之後就有 Possessions Formula Organic Wear 的Cleansing Oil 這個我在網上看過 成分表得十分之不錯 裡面用到Cleansing Oil 的基礎也是 Sunflower Oil 和Sepflower Oil 都是我喜歡的 比較薄的油 而且後來會有 Rose Chip 和Horba Oil 成分來說 十分之好 我會試一下 看看感受 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但是 大家也可以看 留意一下 因為我選得給自己 就是一些 我自己覺得 看完成分表 沒什麼問題的 我才會下手買 就是這樣 之後就最後 YES Style YES Style 很可愛 我會想要他們的盒子 來到的時候 用一些其他牌子的盒子 其實我也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可以 重用來的盒子 其實LUSH的盒子 基本上我也覺得很漂亮 絕對可以重新再用 Repurpose 起碼 沒有那麼浪費 因為這些 弄完出來 用完就要扔 好像很浪費 對 他們也重用其他牌子的盒子 十分之不錯 YES Style買的 所有東西都是 Skin Care 都是我選擇的Skin Care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沒有大家 適合洗的 雖然我未試過 但 材料方面 我都覺得OK 我才會入手 首先有四支 Serum 來自一個牌子 叫做 Mary & May 這個牌子 有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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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tide Complex 這個是6 Peptide Complex 來到就是這個樣子 Peptide 就是皮膚的大眼性 披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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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雪草 還有 Tea Tree 的 Serum 綠色的 這一支 來到也是一個標籤不同 基本上它們的瓶 全部都是用這些 ember glass bottle ember glass bottle 這個就是這樣的 你們這個 這樣的樣子 全部都在頸部 扔著一個 長程 上面說到也是 Electric Free Fagrin Free Ethanol Free 要說它裡面沒有包含的 大家可能比較有關心的成分 另外兩支 都是抗氧化為主的 一個就是Black Berry Extract 加這個 Aidine Benno 另外就是Nicillamide 還有一個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成分名我不是太會讀 但是這兩支主力都是抗氧化 有Nicillamide可以美白 收毛紅 但是這兩支主力是抗氧化的 這樣 樣子應該跟前面兩支差不多 但標籤紙就變了第二支 顏色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看看 因為其實這個品牌的 材料很簡單 十支 那就完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這個品牌的 清潔面膜 這個樣子就是這樣的 這個我要試一下 看看 它也是主力吸走油脂 做一些Exfoliation的面膜 之後就有一個Mist 這個Mist 是Holica Holica 叫Good Cara的Mist 我自己也很喜歡 爽膚水 又或者是用來定妝的噴霧 這支Mist的成分是十分不錯的 那我就試一下噴一下 也是很散的 少少檸檬味 但是 是一個很清爽的質感 剛才的噴出來也是十分散 很霧的一個感覺 試一試可用的話 就會跟大家分享 但成分懷 這支十分不錯 之後就有一支Sunblock 是來自ABIB的一個防曬 之前是買了一些防曬的 但是很多都有點太黏 那我就沒什麼 怎樣跟大家分享 因為沒選到自己很中 除了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Eastern Tree那支 轉眼間又沒有 又買不到 那我再試一下第二天 看看有沒有找到一些好的 再跟大家分享 那ABIB這個Mile Sunblock 就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會不會很黏 感覺上支出來又不會很黏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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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WHYCAST嚴重呢 很舒服 質地很舒服 一點點 白的的 不算很嚴重 但質地不錯 挺好 讓它再吸一吸 看看感覺如何 但整體來說算不錯 不覺得買WHYCAST也 我會再試久一點點 再好用的話 跟大家分享 好了 最後一件就是一個Tinted Moisturizer 對啦 因為近來 其實外出 下下戴口罩 其實我相信 不少人都應該 都不是怎樣化妝 定多化 定多化眼睛 我就買了這個MAKE PERM 他們的Tinted Moisturizer 我現在這個顏色 它好像沒有分色號 只有一個顏色 MAKE PERM 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 他們的防曬 實在不錯 樣子就是這樣的 他們這個Tinted Moisturizer 跟大家試一下這個質地 這樣有一個 它就是一個粉玉色 嘩 很薄很薄 很薄的質地 感覺像一個 有一點點色的防曬 其實我最近也曬黑一點 因為也有去一下油水 感覺上它的遮瑕一定不是很厲害 但聖載也有防曬 這個SPF有50PA 4個加的 稍微白一點點 但不是青、紅色的 基本上都能配合我的皮膚色 這個要再詳細再試一試 但一支Tinted Moisturizer 可以有防曬 其實也不錯 它說 EVEN SEAL SKIN TONE FOR A NATURAL LOOKING GLOW 這些會試一下 詳細一點 就好用的話 再和大家分享 這裏就是7月份 我收到的PR Package 兼且我自己做的小網購 接下來8月9月 我會考試 兼且應該會看著溫習 直至10月中 我可能影片的產量 應該都沒有那麼密 因為我想專心讀書 還有現在 連我的 哈分治療師的考試 都轉了上網的考試 我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難題 我需要自己去面對一下 就是我打字的方面 如果大家有讀過解剖生理學的話 A&P有很多東西打 我都要努力練習打字的速度 Anyway 總之這個8月9月10月 片量可能都會有少少的 未必那麼穩定 Anyway我都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 也多謝大家坐了這麼久 看了這麼久 一直支持我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這部影片 如果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想私底下問我 就去我的Instagram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的週末假期 我們隔幾天之後再見 拜拜